你好,欢迎收看3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花莲每年夏天都会举行盛大的原住民联合丰联节活动 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到花莲来欣赏原住民文化之美 而2023年的原住民联合丰联节的大会舞争选活动 在18号举行了 有12支入选队伍经过两个小时的禁物 首先先选出前三名入围 最后的PK赛是由海援乐舞巨方脱颖而出 涌夺了年度大会舞 花莲县原住民联合丰联节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丰联节庆典 集结全县六大族群各部落共同响应 永续传承部落的精神 每年吸引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希望透过大会舞的争选比赛 以精湛的歌舞呈现原住民传统文化之美 让世界能够看见花莲 我们大家都晓得联合丰联节里 一定大家都会跳海洋之歌阿美恰恰 这些知名的原住民舞蹈甚至会跳出花莲 跳到全台湾到日本韩国到美国到全世界 所以花莲县的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的大会歌跟大会舞 是每一年众所期待万众瞩目的一个活动 我们县长徐贞卫在今年初就宣誓我们花莲县政府 我们要花莲走向国际世界走进花莲 今年的联合丰联节一定要再邀请我们南岛民族的好朋友 来花莲参加联合丰联节 花莲县议会副议长徐雪义 县议员林郑福 吴东升 吴建志也都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希望在今年的大会舞能够让游客感受到丰联节的文化热情 也很期待这个大会舞的一个展现出来 那也很期待我们这些队伍有你们的美妙每支的一个舞蹈 还有加上我们今天的九位评审老师的用心 选出来的我相信呢我们能够代表我们这一次的大会舞 那也期待你的舞姿展现出来 让我们好学好练好不好 花莲县原住民联合丰联节将在今年7月21 22 23号 在德行运动场举行 每年都吸引国内外慕名而来的游客 期盼能够透过大会舞的比赛 以精湛的歌舞呈现出原名传统一文之美 让世界看见花莲 记者凌杰 花莲县市采访报道 花莲县市采访报道